刚拿了驾招 实习期新手不敢开车上路怎么办 记住这机开车顺口流就够了 双手就是我们车身的宽度 左手是左前轮的位置 右手是右前轮的位置 手背是车轮外侧 手指是车轮内侧 开车一到障碍物时 只要我们的引擎盖和障碍物底部重合 手背的位置射出一条线 左侧障碍物出现我们的左侧手背以外 右侧障碍物出现在我们右侧手背以外 那么我们直直的往前开 这样我们的这个车辆就不会刮身到前方的障碍物 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开 那如果一到道路中间必然不开的障碍物 我们就盯住我们的大摩执内侧 我们把车辆往前开 只要我们的障碍物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内侧 我们的车就可以压着过 第二季 大转弯看车头小转弯看肩膀 转大弯时看引擎盖 意思就是我们开车时需要一到转大弯 有两种 如果是像这样的急转弯 只要我们的引擎盖是盖着咱们的前方障碍物底部走的 我们的这个车头是不会刮身到前方障碍物的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车头前 那么就是转弯时一到车头前有障碍物 无论是转弯还是十字路口 我们需要转大弯就可以把我们的车尽量往前开 让我们的引擎盖和前方马路压子或者是道路中心线重合以后 我们再打轮 这样下我们的车头不会刮身到马路压子 如果是道路中心线我们的车也不会压到道路中心线 车身一侧有障碍物 我们小转弯时 只要我们的肩膀和旁边障碍物重合以后 我们再打轮 这样下我们的车身就不会刮身到旁边的障碍物 第三句话就是我们的后视镜是横着看眼镜 竖着看距离 首先我们的后视镜调节为 左侧后视镜的右下角看到前车门把手 右侧后视镜调节为 右侧后视镜的左下角和咱们的前车门把手合合 横着看我们是判断后方车辆距离我们有多厌 竖着看我们是准确判断我们后方车辆 记彻我们的准确距离 后方车辆车头 粘进我们后视镜四分之一时 记彻我们二十米可以变更车道 后方车辆粘进我们后视镜二分之一时 记彻我们十米 车速大以后方车辆时可以变更车道 后视镜出现在外侧时 后视镜离我们比较近 不可以变更车道 怎么样 这三级顺口流是不是特别的好记 新手朋友只要记住这三级话再来开场 相信我你不会比老司机差